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在今天又创下新高 台积电这个礼拜三要公布营收之前 市场押宝营收表现可能不差 加上台积电将在18号举行法说会 市场都关心AI需求 金元代工跟先进封装报价 会不会调长等议题 看好法说会非常有机会释放出利多 今天台积电最高供到1050元 再创新高 加上鸿海大力光表现也都很强势 指数今天供到24000点了 但今天盘面上面有一点点吊诡 大行权之股很强 可是中小行股 好多强攻的设备股 光通讯股怎么都被挤压了 股价是大跌 哪一些中小型股今天是故意甩轿的 明天能转强吗 还是说该把资金网第一位接来找机会呢 台北股市创高之路不怕受伤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 伟群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卫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台积电创高了 指数冲到24000 美国现在有好多跟降息有关的利多 包含了失业率向上升 这个礼拜包尔又出来讲话了 如果说有这些利多持续的话 持续的助攻台北股市指数 还有在向上的空间吗 今天大股票表现非常的强 除了台积电之外 鸿海公布6月营收 写下历年的同期新高 平概股能不能够压保营收呢 这个6月营收陆续公布之后 还有9月份的iPhone发表 可以做到9月份吗 请问老肖老师 法国调查回答反垄断 昨天在盘面上面 媒体上面都有大幅度的报道 这有可能会推升 ASIC开发的进度吗 尤其相关的IP股 整理好久了 能够赢转机吗 哪些个股打底完成 有机会整理完成再向上呢 而股后就大力光 法说前充3000大关 光学股有办法一直充一直充 充到iPhone发表前吗 我们请问委群老师的看法 海基电三奈米各路人马抢翻天了 目标价要到哪里去呢 1000块钱以上的台积贷 到底该怎么买车票 而特斯拉最近股价很强势 机器人能源加持 低本一笔的车电股 我们上周邓老师推荐了一些 股价真的非常的强 还可以挖宝吗 追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的这个天花板在哪里呢 目前好像还看不到 大盘今天礼拜一 指数是开平之后向上来走高 最高攻到两万四千零一百一十一点 今天多数贡献点数都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上千元之后 这个五块钱的这个浮动呢 也导致大盘的涨点 非常有这个剧烈的震荡 那大盘的今天呢 在台积电攻高之下呢 是上涨了三百二十一点 收在两万三千八百七十八点 成交量量增五千五百一十九亿元 好 今天台积电创高最高攻到一零五零 你看看它的贡献点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五点 今天红海也不错喔 真的非常的快 火速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填息了 今天股价再创下十七年新高 联发科也顺利填行了 台达电冲破四百块钱 股价也再冲破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这些个股啊 都是台湾的这个大型的权重股 但是权脂股易拉 就像中小型股 今天有一点点东倒西歪了 那不止如此 赤足群也没人要理了啦 今天包含了货柜三雄 运价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不好的方向影响嘛 货柜三雄股价呢 都是大幅度的下跌 好 台股今天再创下 二四零一一的新高 日K拉出四连 我刚刚才跟老孝师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啦 因为台北股市每天都创高 你要问说 还会到哪里去吗 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的内容就有点 有点稀窍了 大股票强 但中小型股倒成一片 大股票明天还会强吗 会连续拉两天吗 那中小型股明天有没有机会 这个洗一洗之后再向上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各位请看 台股今天暴涨300点 最主要就在于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现在变成说是什么 就见面的第一件事就问说 你敢有台积电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 什么现象 就是我们去观察今年以来 从元旦过后到现在 到现在截止 台积电的涨幅是远远大于ETF 就是说你所熟知的这些 过去这些重量级的ETF 它的涨幅那叫天差地别 就是说投资人会觉得说 我过去我就买台积电 对 老师我重量ETF的话 我会气死 那么ETF的基金经理人 我觉得他今天是突然醒过来 你知道吗 今天才醒 对 他说我这样 我是不是应该增加台积电的持股比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台股叫做 三足鼎立 也就是因为这三只脚 带动台北股市今天硬是暴涨 那其他过去有些涨幅比较大的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修 好 毕竟台北股市当中 今天这就靠着大型的全资股 在向上拉抬 那涨幅比较大的做休息 这休息会不会是就此转入 还是整理之后再向上呢 因为好多都是跟台积电相关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这个礼拜的一些重要大事 其实老师有说 有几件关键事件大家要注意 那美国股市本周 有没有大型对台北股市 会造成干扰的变数呢 其实是有 这个礼拜倒是蛮重要的 过去两周 国际股市在美股的部分是比较平淡 那这个礼拜主要就礼拜二跟礼拜三 也就是说巴威尔礼拜二会在参议院 礼拜三会在众议院 他要发表谈话就要作证了 OK 那除此之外 紧接来的应该会落在礼拜五的财报公报 为什么 因为主要的金融股大型的企业 从富国银行 美容银行 花旗到摩根大通 这些都要在周五公布财报 加上市场目前呢 民主党传出来不排除 因为八月份是民主党的 所谓的党代表大会 那不排除会有一个闪电的 一个新的人选推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在观察 那会不会七月中旬 拜登突然宣布要退选 所以未来这一段期间 反倒是国际股市这个波段会加大 因为这个民主党 有没有可能会换人出来选呢 这个变数很大 那我们从实际的美国股市 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来做观察 老师发现有良好一坏 分别是什么呢 那整理上我们先看 第一个失业率冲到4.1 我们讲过 在经济数据的部分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对 所以失业率冲到4.1 各位可以加入来 再来公债殖利率的部分 快速往下挡 从7月1号 7月1号还在4.48 目前突然之间已经掉到4.28 就是说公债殖利率快速往下滑 然后失业率往上走 这两个是拿分的 可是在标普500的部分 因为主要的一些投资的分析机构 针对今年的标普1到6月份 给了非常高的平等 你怎么办 就是它给的平等很高 它给到多少 我们来看 2024年这叫2Q 2Q它给到8.8 也就是说 如果你企业财报公布出来 你今年上半年成长 没有达到8.8的 你叫做末段搬 你知道吗 就变荒牛搬起来 所以变成你企业财报拿出来 就要非常的亮眼 要远大于8.8 所以代表说 整体上对于财报的要求 就变得更为严苛 所以说尽管说 包含公债殖利率跟失业率 这两个方面 对美国股市是正向的一个观察 可是要小心 未来公布的企业获利 是不是哪是跟不上的话 要倒霉 可以是个别股的观察 就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个别赌国的观察 哪些是强很强的 包含了台股的全职F4 看起来今年这全职F4的 这个成长的幅度 应该都不算差 7月18号台积电法说前夕 神山又长高了 那鸿海也说第三季年季双增 这五个交易日就顺利的填席 那发哥也在三个交易日 也就顺利的填席了 本周大剑市 包含老孝老师有讲了 包含要再替这个众议院跟参议院 发表证词 那7月10号是台积电的6月营收 公布11号是大力光的法说会 这两个日期的大件事发生 这些股价都有正向的反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鸿海 鸿海最新公布6月营收 年增16% 那创下了同期的这个历史新高 凯基头股将目标价从205最新 上调到270块钱 红家军小股更活泼 华瀚 红准跟阳城 其实营收表现都不差 华瀚这个6月份 跟第二季跟上半年全部创高 红准上半年年减 但看望下半年已经填息了 阳城机器人概念股 7月份涨了三成 但前5月的营收是衰退的 好 老师我们来问一下 这大型的全子股 今天是台肥股市公高的工程 但是大型全子股 真的很难会一直连续的向上涨 通常会休息 那明天的行情变化 你怎么样来做观察 应该还是会落在大型全子股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整个ETF 我认为他们是 突然之间回头觉得说 真的没交代理 我要买成长型的 你的绩效就是真的 大幅度跑出台积电 那个幅度太大了 那差太多 也跑出红海 对啦 那输得太差 所以基金基金人 他本身会急 那急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往这个部分做靠拢 所以你看到今天 整个个股叫做猪羊变色 就是说这些重量级的全子股表现非常强 可是过去比较强的一些题材股 反倒是今天就出现快速的修正 好 过去的题材股出现快速修正 老师认为可能现在要看大型股的脸色 就看法人数能够继续的来向上来挺进 老师我们看一下 今天准备这张表格大众物资 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猫腻吗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就是目前最新的 就是说大众物资这些商品价格的变化 那各位人问我说 我们看这个是要做什么 好 你加入Lite Act之后 我很快速做个说明 比方说它有稻穹 有青田园有的报价 有可可 有棉花 你说我现在变成可可棉花造种 不是 而是你要知道 市场的法人他在搜寻下一个波段 哪些个股有机会做发酵的 他会去看这些大众物资原物料价格的变化 当这些原物料价格大众物资是往上推升的 那你就知道接下来这个礼拜 整个市场就会往这边做导向 OK 好 所以我们很快速先从几个商品来看 第一个先看左下角 各位你加入Lite Act之后 整个画面的最下面左下角 那个叫美元 OK 你一看美元 美元价格是不是往下走 美元指数往下走 OK 再来你看到哪一个族群 是全面性往上做提升的 第一个黄金 金价是不是往上走 目前来到2399每盎司 OK 银价是不是一度往上提升 再来白金价格是不是往上 包括跟科技股息息相关的 就是说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到 从上周开始PCB相关这些概念股 表现突然之间转强 就是因为你看铜价是不是一路往上做推升 再来我们就看VIX 那这个部分我们用下一张图 用大图跟各位做简报说明 好 VIX我们一直在帮大家做追踪 因为它整个结构其实是持续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好 我们举例 我们就抓它的最大交易量跟次大量 最大量叫A 次大量叫B 理论上只要一个A就可以了 但是你比较小心谨慎的 你可以再抓出次大量 最大量叫做A A这个价格在这里叫 在14.75 OK 也就是说VIX只要在14.75以下 那他就告诉你 你也不要浪费时间的股市就是多头 证券市场就是要涨 就这样而已 他如果站上14.75 那你不要期待 从美股到台股能够表现得很正向 那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14.75以下 VIX叫做往下再彻底 问题是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一度在6月28号的时候 它有爆量 可是这个量B是不是小于A 我们讲过 你要它翻转一定要带量 它才会出现翻转 好 一度有出现带量 问题是这个B有没有大于A 没有 如果B大于A 我们预计它会来挑战14.75 但是B是小于A 所以它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短整理 我还是要破底 任何反弹就是破底 所以它一路往下走 一路往下走的过程 那证券市场就持续多投 没有任何改变 好 证券多投 可是什么样的族群 这个力道比较强了 要减到股票你知道吗 我举例 我们明天会帮大家做ETF跟这些所谓的主要标的一些交叉比对 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往山竹鼎立往包括像台积电 红海大力光往这边靠了 就是因为你ETF的绩效太差了 所以老师这种高股息ETF反而不要碰了 不是不要碰而是投这些债券 这些基金的持有人也很不满 就说一样是爆股票 为什么人们爆台积电的贏这么多 我买ETF的人 我贏这么少大家会心生不满 所以金星年他会要求要快马加鞭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 我们这个比对 我们是把今年以来的最低点叫1月19号 1月19号当时加权指数最低到17151 一直到上周五截止 黑色的这个叫加权指数 我们跟各大类股做比对 跟钢铁 塑胶 电子 水泥 重电 航运 生计 金融 保险 跟谁 跟加权指数做比对 我只留了1 2 3 4 5 只留了5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到上周五截止 是有创新高的 我举例我们看重电好了 这个是不是重电 对 这是今年 今年的高点是不是在这 我们去看今年以来列表最强的 到周五为止其实是重电 但是为什么没有列表 因为它没有过前高 你没有过前高 你没有过前高 我会担心 你是不是在做高档整理 所以你要去找有能力过前高的 过前高的有谁 有电子 有金融 有生计 有水泥 所以这些是接下来的 你要关注的主流 没有过前高的你就暂时先观望 好 回过头来我们就举例 以金融股为例 你金融股是 我们的看法是最保守 对于很多对证券市场 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 你倒是可以把一些重心 放在金融股身上 OK 我们首先你怎么看 你只要抓出交易量就好了 好 这个是最大量 这叫次大量 因为最大量离今天太远了 所以理论上就不用参考 你就看近期的最大量 近期的最大量 这个价格叫61.5 也就是说除非国泰金共的价格 跌破61.5 否则我们预计 这个多头会持续往上做奔断 金融股的指标老师 一直看到是2882的国泰金 今年的获利数字大爆发 股票赚太多了 外加股价的位阶落在集结区之上 后续潜力可期 老师 今天我们看到 为什么鸿海那么强 公布六月营收 创下同期历史的新高 相关六月营收公布的 有没有什么黑马 我很快速讲一下 因为六月营收 是最重要的一个月 你知道它是最重要 因为六月营收公布的 其实就已经几乎等于 公布了半年报你知道吗 你不用等到半年报了 你有太多了你知道吗 六月营收一旦公布 就几乎已经笃定了 台股所有的企业 今年未来的展望就确定了 所以接下来 因为7月10号 所有的人都要公布财报 最后一天 所以你看看 本周最重要的就是 未来这三天 所以各位我们先把 有创单月营收 有创历史新高的 做了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做比对 比对什么 第一个毛利成长的 也就是说 这里是2023年的Q4 目前是不是已经公告到Q1 六月出来你Q2 就是半年报就出来了 所以到Q1 Q1要大于Q4 就是你的毛利 今年的第一季 是不是应该大于去年第四季 代表说你的获利是在增长的 获利在增长 营收在创历史新高 你就中奖了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Ad OK 这些数据资料 我们会落在目标里面 因为实在说不完 这是礼拜五 我们每天会跟各位公布 就是说最新法人 所出具的一些评价 就是他给予是买进平等 跑赢大盘目标价 各位加入Lite Ad之后 我们会每天帮大家做追踪 好 相关的资料 老师都放在里面 我们看一下不管是台股的三足鼎立 台积电 鸿海跟大力光 为什么强势老孝是交了好久的 集结的去上缘 三张股票都站上 如果后续怎么操作大家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时间有些没有关系 老师的资料还有很多 都会放在Lite Ad里面 跟同学们来做互动 同学们可以看好一下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不管是扫QR Code 或输入在Lite的ID 都可以找到老孝老师的Lite Ad 那相关的直播会放在Lite里面分享 资料也放在里面 那同学们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关门聊一下 今天大力光 老孝老师没讲完 我们让韦群老师再解一下 古后法说前冲到了三千大关了 它靠的就是苹果心机的题材 二线光学股也一起冲了 能够一直的向上表态到 iPhone发表会之前吗 请问韦群老师 休息一下 所定无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大盘今天在公高 靠的是大型的台股F4来向上表态 那包含大力光的部分 为什么那么的强势呢 大力光在法说会之前 股价强势公高 难道法说会大家期待 老师数会给出比较惊喜的答案吗 今天股价冲破了三千元大关 那花旗看好公司潜望近的营收占比 预估今年的成长率 从去年的15%倍增到30% 大力光六月营收是重登40亿元 年增近五成 那说明六月营收剩预期 七月拉户会更好 那预精光的部分呢 是之前先创高的 一个光学镜头厂的标定 也是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 年增34% 那这为什么上礼拜股价比较弱 因为传出说它的良率有问题 被抽单 但公司说并没有 第三季持稳比去年好 那良率无余博抽单 但今天股价呢 还是比较受到的压抑 怎么样来做观察 那王者归来 大力光下半年有大惊喜吗 这国明期先给了一些预测 他说大力光具有 蒙种竞争谈谈判的优势 出货单价维持不变 极为罕见 就是说根本没有被砍价 连台积电都办不到 那第四季产能利用率满载 估大力光下半年获利超出预期 那另外一块是这个周末有在讨论的法股要来对 挥达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如果说大家 如果真的这个议题持续发酵 没办法只用挥达的AI晶片的话 想必会推动各家大厂 自己做自己的AI晶片 也会拉升相关ESIC的需求 那就对台湾的IP股有利了 创意迎来的HBM4商机 花期喊2040元 还有跟台积电海力士合作开发 HBM4基础晶片可能性加大 还有加密货币 ESIC订单强劲等等的题材 包含了光学股跟IP股 都是伟群老师 一直帮大家锁定的两个族群 伟群老师休息两周 今天再回来上节目 来好好的问一下光学股的问题之外 有没有从IP股来做追问 老师我想问 这法国对挥达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你会对IP股来说会不会有帮助 好的我想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股价涨多 就会有一点风险或震荡 你看到其实上礼拜 我每股是ARM创高嘛 对不对 但是NVIDIA就没有 最近就在整理 我们可以提醒说 真的就不要乱追高 甚至你看其实上礼拜很凶 只要说台积电设备厂 每个都 吓死了 每个都乱涨 对啊 甚至上礼拜五 高价股都充长 但吓死了 上礼拜五我看你们盘中节目 还有人说霹雳也涨停板 霹雳做什么的 做布袋系的 他说什么 那个他的配音要用AI 黄文泽重出讲 对 然后配音要用AI 对 我说我心里就在OS 这是真的啦 这的确是可以用到 但是我心里在OS 连这个这么远的 你说要用到AI 每个都在涨停板 那散户疯掉了 所以我常跟各位同学报告 真的 我们不要乱追股票 你看今天2467一下就跌停 快跌停 然后 今天好多打 对不对 6213连茂也跌停 还有6442的光盛 这些上礼拜创高的 对 这个已经涨到美国去了 真的不要去乱追啦 这外赛抠不是美国 是 我常常讲说我们 我在这节目三年多了 我常常都是从产业面 找低档的 对不对 真实的有未来的 你看长线起来真的很可怕 对 就像说创意资源 你看创意前阵子1000块的时候 没人敢讲 对不对 那涨到1600每个 好消息都出来了 但是现在就是会震荡 所以你要高出低进了 资源也是嘛 前阵子跌到300块以下 很多同学来Lite来跟我讲 老师真的 全中华民国的分析 是没人在讲资源 只有你在讲 那现在资源又上来了 又好消息出来了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像创意那时候为什么 1000块3443好了 3443 1000块这边我说 真的这一波IP 跌胜它一定会先涨 对啊 为什么 我跟各位同学报告 HBM 对不对 现在虽然还没有证实 但是其实理论上是在证实 还是应该还都在进行中 一定会有 因为毕竟可以做的 就是台积电 所以老师你觉得创意 从1000块涨到1000块700块 1600好了 这个位置你觉得还可以吗 因为刚刚法人看起来 报告是喊到二字头 那个汇丰看2300 对啊 法人报告我们看看就好 但是他真的看起来也不贵 是啦 也不贵 所以说你说那时候为什么 那天1690 我还在Lite Act跟我们同学讲 我说你看量很大 我虽然没有明讲说要卖 对不对 但是我也提醒各位同学 量很大 对不对 你看1690卖 现在1500多你买 一张就差十几万了耶 十张就差100万 而且说真的他们长线没结束啦 甚至我讲资源也是一样嘛 你看 对不对 面对先进的领域 本纪员工人数将突破千人 用了1000个工程师耶 你不是什么安国 不是什么神盾 不是什么精力科才几十个人 就可以做ISIC 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们做股票真的 不要很简单很单纯 你什么指标软体 K线乱玩 对不对 你看前阵子 我每个都在讲长龙 对不对 阳明 那红海危机 你看阳明 套一堆了啦 都套一堆 你看这一个月全部都套 对 对那时候大量 那时候技术面又很好 每个都在讲 每天都有利多 对 我说我不要 我真的已经长很多 说建议同学不要玩 你看套了一个月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还是要找 高成长 而且有利基的 而且本益比可以拉高 就像说讲难听一点 今天台积电长 红海长 大力光长 甚至联发科长 已经长多了 那可能你这些投信 又回头去买 又回头去追 但是肉也少了 就是如果本来就有的人 就可以续报啦 对 去追肉也少了 因为毕竟你说 像大力光嘛 我讲很白嘛 对不对 你说郭明琪也不一定永远对 对不对 那当然大力光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说如果手机用AI 你镜头不一定要用很高阶 对 才可以修 你那些画像素用修就好了 对 对不对 所以林恩平也是 有时候也是非常的烦恼 我的技术能力很好 但是问题是 不敌AI 不敌AI 所以因为前阵 之前我们也说大力光 本益比低嘛 最近这些投信 就是跟着去买嘛 真的是便宜 但是来到这边也算贵了 这边你就要看投信筹码 就像我常讲3362的先进光 对不对 3362 我从去年100块涨到今天285了 一倍多了 快两倍了 对不对 但是涨多 你看2476的具象 2476 这个上个礼拜 对 五畅高 老师那我这个就想问一下了 这个怎么办 因为太多人在讲了 对 就是最近太... 那时候我们介绍的时候60几块嘛 我说我们时间拉长一点 你还记得那时候60几块 我们也有介绍 那时候 它涨到119个 最近好多人在讲具象 当然听说啦 市场那个产业面是说 这个CB也不错啦 那个产能也 对 它有发CB啊 产能也确认了啦 但是也涨多了嘛 所以常常我们跟同学报告说 你如果看技术面永远去追墙的 就是等着被修理 什么时候要跌不知道啦 你看今天我看阳明 我看长篮 哇 又套一堆人了 所以一个月都没创高啊 对啊 对不对 前阵子每个都在讲 事报着不卖 对 就不能这样做 我们就是买好的公司嘛 那还有还会再涨的 还有肉的 尤其是你买底部的 真的你买在低档 你买得多赚得多嘛 所以你也不用每天担心说 到底今天会不会开高爆量 你又不敢买多 等到你买多又套了 就会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说创意资源 你看连3661的四星 我特别讲好了 我说最近真的 你四星都要小心 但是来到这边也不用杀了啦 你看今天大概一早 也是跌得蛮惨的 但是尾盘有拉起来 因为毕竟那个亚马逊 也是认2385嘛 对不对 今天最低2430 很惨了耶 四星不是不好耶 四星今年应该有70块到80块的EPS 如果80块来算 8324本益比30倍 什么现在一堆股票 本益比100倍的一堆 它本益比30倍跌成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同学报告说 真的乱追墙 接下来真的很多股票会 因为真的啦 因为大家都疯狂 你看上礼拜每个都 台积电资本支出要提高 真的吗 真的资本支出会提高吗 听说好像没有耶 对不对 比资访说前都有这样的风声 对 就是很多主力那些谣言很多 真的你要小心 那你就买低档 你看钻石投资最近升级 6901 钻石头 你看最近有没有 慢慢垫上来 慢慢垫高 而且力都还没出来 它今年要卖合一一定会获利 你看今年那个1784 1784 这个非常 今天又涨停 对 好格 这变妖股 外密体 再生了 你看生气股也会很凶 就像说4945也是 每次90几块 对不对就会赚钱 两个礼拜前 我群老师下节目前就有提供 4945 对不对 我说我的节目 我的教学节目 我每次到90几块买就会赚钱 创意你看最近就很好玩 打下来都会有人接 所以这边就是 你要开始做价差 因为前阵子很多同学 套在1700 1800 都来问 那你来 来请教我 我都让你们反败为胜 对不对 因为这边真的做价差 做了三四次 但是明天就很重要 今天也是有收缴 今天也是有收缴 那就要注意这个量 那你就很重要 因为这个基本面还是OK 竞争能力还是强 那你多做价差就可以多赚 对不对 像资源也是一样 它就是比较有转机 因为英特尔跟联电合作 你看联电今天也快填息了 对啊 对不对 英特尔跟联电合作 ARM又跟资源合作 所以资源基本上是 还算便宜的ASIC 跟N31比我才300多块而已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跌到300块以下 全市场没人敢讲的 我还敢讲 对不对 去年290跟各位同学报告 459跟各位同学讲 先卖一下 但这波也跌很凶 但是你说 它也是大转股了 你看它也找了1000多个人的 工程师内 这不简单 所以我们做股票真的 你还是要真正了解一些 产业的东西 技术面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辅助 尤其是大量的时候 每次大量都快死掉了 对不对 很强很大量都要小心 那有资源的 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加个资源 你看先进光 我说来到这边 我也不会建议各位同学的 因为真的这些阻力很凶 前阵子我说 还有法人看350 那就看看吧 已经长多了嘛 对不对 你看连这个彩玉 我们也说先进光的大哥 对啊 有没有 最近也是很厉害啊 对不对 最近如果低进高处 可以赚更多 那就代表说光学股 你看最近的车用也起来 什么嘉陵啊 什么亚光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最近就剩这一档了 也是车用光学的哦 嘉陵亚光都涨上去了 而且它有CB 我们就卖个官之银 对 如果各位同学有幸 自己可以去找啦 有CB很便宜啦 真的动起来的时候 就会很凶了 绝对有倍数 就像森达科嘛 对不对 我说那时候双红已经涨到700多800多 三热的IP 对啊 买不下去 那我说那时候介绍四十几块 2486一千 有没有 你还记得 2486对不对 那时候我介绍2486一千 这一波涨到150也是好夸张 对 那我说算了 买不下去 你那同学没有 就买这三热都会用的IP 对 那我就说 那我们就找4945森达科 我说有没有 三热小煎冰啊 你看那时候你看从今年的1月开始 你只要到90块买 你都是越赚越多啦 那你看到今天的形态喔 我可以算整理完成吗 还是说可能要过的那个125块 当然啦 如果说你过的就很漂亮 因为更立 更漂亮 棋红很多 你 对不对 你不管说散热找双红找棋红座 你IP很多都是要找森达科嘛 对不对 那现在讲难听一点啦 水冷还没有啦 水冷很难啦 现在大部分还是气冷 所以为什么说 我的教学节目说来到这边 你看你可以赚不完耶 对不对 你低档买 低档买 低档买 好的公司 有潜力又不贵 好的公司打下来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 像这个就是真的机器人能做的 这家有啦 长线的低档 上礼拜我才刚发动 有兴趣这个机器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 有实力能够做 它有一些关键零件 甚至你说像中砂跌 我说很便宜 上礼拜我涨定 今天也大涨 都欢迎各位给我们加个Line 给我们询问 好 我许晕老师 很喜欢从低档帮大家找 爆发力的股票 党党都验证出来 其实在低档的时候布局 具有这个产业黑马前景 是比较有这个赚头的 那如果有一些高价股 如果说你不小心买 在套在高点怎么办呢 没关系 也可以跟委群老师来询问 那大家如果对委群老师 刚才所讲的个股 任何问题跟想法的话 有兴趣了解 你都可以参考画面 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Code 或者是Line的ID 可以找到委群老师的Lite 那老师会在盘前盘中 或盘后做小叮叮 同学们有空 都可以提出疑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他的观点 广告聊一下台积电 三奈米各路人马都要抢 抢翻天了 今天又攻到1050元 目标价要到哪里去呢 大家都说1000块几千块好贵 但1000块的车票 怎么样冲击上车 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 57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大家都在问 台积电还可不可以买 刚才老师老师有说到 今年的ETF经理人 都被台积电给打败了 如果你重压ETF没有买台积电 真的会堆心肝 台积电还有没有高点 它有没有未来呢 没有极限 三大客户抢单 三奈米扩产三倍还不够用 传出客户同意它涨价 助全王毛利率再创高 外资函25年毛利率超过55% 到26年会冲到60% 汇丰说目标价1370元 是外资圈的最高 三大客户哪三大呢 包含了苹果 联发科 高通 都要用3奈米制成 但中国又吃豆腐了 要来挑战2024年世界价值 前12强的公司 台积电第10名就差了一个 五星期 代表它有够强 那没有办法 因为大陆就来蹭嘛 那另外呢 特斯拉最近有好多的利多 利多连发包含了不只卖车 除能事业 能源公司 机器人的概念股呢 也都是亮点 那自家电脑 超级电脑也很强 也助攻那个相关的 自驾系统的业务 最新的Optimus机器人 2020 25年底都会开卖 特斯拉股价8天涨了38% 股价在这个 整理形态结束之后 有向上突破的味道 好 邓老师在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跟大家 特别提醒 我们可以认为一下 车用概念股的表现 真的很不错 有车用又有机器人的 还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换股操作 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 那我们先从这个 相关的列表来做观察 老师 我记得上礼拜 你有跟大家点出台积电 你觉得短线上面会往哪边走 我还记得是1140元 现在还没有到 何志仁1000块钱车票 好想上车 怎么样聪明上车呢 好的 我想台积电基本上 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提示 我还画个线给各位看 如果它走旗杆的长度 就会到1140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好了 现在台积电的五日线 已经顶到哪里了 各位看 996.8 那明天不就顶到1000了吗 那关键就在这一天 6月25号 你把仪表移到6月25号 那一天虽然没有上同学会 可是在我的直播讲得很清楚 我说台积电跌到923跌够了 大盘那一天跌到22503 我说也跌够了 我还算给大家看 所以同学们记得 加入Lite还要去搜寻我的直播 如果两个礼拜没有接通告的时候 你才不要错识行情 为什么各位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涨了127块 大盘涨了1500点 几天 10天 10天 才短短10天 你抓得到转折 你算得出来 这后面行情都是你的 那有的是老师 台积电已经上千了 不敢买 那我还告诉你 机器人概念股 当时各位 我们看2464的盟利 先发动 我们也是在六字头 告诉各位盟利 可是到了上个礼拜 我说你不能再追盟利了 为什么 第一个它机器高 第二个它获利没有盒大好 所以我要你可以把它换成盒大 我们有比较 对 然后各位看1536的盒大 礼拜五涨停 礼拜五的盟利也是涨停 盒大也是涨停 可是到了今天礼拜一就不一样 礼拜一的盟利变成是爆量 收黑了 可是盒大继续涨停 而且量控制得真好 为什么还会涨 还记得我上个礼拜五用什么 告诉你 用周量 我们看一下周K 好 看盒大的周 我是不是用周量告诉你 它已经突破了98块 那个位置这个周量浓缩 所以已经过这里了 对 是不是未来几周 往这个方向走 你是不是买它就很安心 可是你如果追盒大 你就会很担心 追盟利 对 你如果追盟利 就非常担心 可能就会被修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过 我要找第一基齐的股票 这些有题材的第一基齐 不管是车用 不管是机器人 不管是我们想看到的设备股都一样 我都要你从第一基去找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盘得到两万四了 搞不好未来的日子 你又要看到两万五了 你永远会陷入个名思 两万点没买 两万四可以买吗 两万五可以买 我看通通可以买 有钱就可以买 只是要买什么 所以为什么总是把它摆在第一位 先看基齐 所以各位 基齐很好看 我说用月线看你去看懂 不信各位来看一下盟利 2464 看月线 月线它就是日线高级级 月线是高级级 你再看何大 1536 你就知道说你是买在地下室 你是买在这个地板价 多好 而且我们是在7月4号告诉你 你知道7月4号那一天 不会有人注意它 因为那一天盟利也是涨停 大家会注意盟利 我就做表格 是不是比较给所有的同学看 我说核大赚你盟利 可是股价差好多 有没有 结果你看两天两次涨停 那也恭喜同学们 你有听话照做的 包括加零 49块多告诉你 都还不到50块 一样你看加零的月K 看月K线 为什么会告诉你加零 激起低吧 回到日K 日K 告诉你的时候 各位都在50块一下 在这里 7月一上通告就告诉你 结果你知道这样是涨了20几% 是不是很好 最重要是什么 你买下去你不会怕 因为位阶低 对 因为你如果追当天的强势 当天涨停满创新高 你最怕的就是隔日冲 很怕遇到盟利这个情况 你很怕是当冲人的乱搞 隔日冲的乱搞 或者你会怕什么 万一美股拉回 那这些提材股会不会突然间就被人家翻你车 因为美股一拉回的话 创高股 高档股绝对会先受伤 可是我给你的股票你看 机器低的车用的加零 机器人概念股跟特斯拉兼具的核大 其实就低到不得了 你就敢买敢报 而且你敢赚 到现在你还是可以抱着 像现在核大加零已经超过两成 你还是抱着 为什么 因为核大是不是告诉你要往九字头卖进 你就慢慢的到波段 拉回来买 拉回来买 加零也还早 因为刚突破那条颈线 上礼拜算给各位看 目标的味道 所以同学们如果有买到核大加零恭喜 你就续报 好 同学们先扫一下QR Code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盘中的变化 包括没有上通告的日子 你就不会错失行情 或者是直接把ID记起来 小老鼠ED12888 那么你就不会错失所有的行情 跟同学们都会及时做分享的 好 提醒大家 如果邓老师相关的选股的策略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扫QR Code或输入Lite的ID 就可以找到老师的Lite 老师的直播节目每天都会录 会放在Lite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的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我们从K线做观察 OK 我们来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大家在上个礼拜 是不是很担心说占上1000了 一次跳动点就是5块 跳一次就会影响40几点 可是你看今天 也是因为它的跳动 大盘早盘涨400点之后 你算一算它涨320几点 都是它在涨的 现在大盘涨300多点 它就占了200多点 但是没有办法 你要慢慢去习惯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上个礼拜我就画这条线给各位看 这是之前的高点984 然后这样连接过来 还有这条上升轨道 这个地方是923 就是6月25号的低点 这样画上来 你看它完全照这条线在走 然后五日线一直往上顶 对吧 你说它缺口根本不想补 除非有重大力工 如果没有 你旧线路线它凭什么会跌下 不会 根本不会跌 而且法轮回头开始在买了 月初的时候还在调节 可是等下慢慢翻多了 所以基本上 我说如果它走这个长度 1140就这样算了 这里的长度 从这里加上去而已 会不会来 大家就看 如果有重大的修正 我一样会在同学会告诉各位 好 没问题 目前看法是没变 目前没有 好 那看鸿海 上礼拜我是不是跟明君讲 应该是下礼拜 上礼拜 那一天是不是差 差1块 就差1块 0.5还是1块 差0.5 我说应该是这个礼拜 这礼拜就来了 太厉害了 为什么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 因为它指标快速的修正 KT就在勾了 结果真的 直接它就是强攻 被台积电带动 它强攻创短高 所以基本上鸿海也没问题了 广达 我也说过 广达也会动 对 人家在赌它的营收了 结果各位 你看它指标也是很听话 这些全子股通通在拉 所以没有问题 包括联发科也没问题 也填息了 所以F4通通告诉说 我的盘就是多头 可是关键就来了 现在大家会想说 如果涨F4 那其他中小型股 会跌得鼻青脸肿 对 肩的问题就这边 就会跌得鼻青脸肿 但是你要反问自己 你买的中小型股是什么股票 你是去追那种很强的股票 还是说它没有基本面 就靠题材硬拉的股票 本一笔无法评估的 那你就不要碰这种股票 你应该回头买 我告诉你的机器低的 题材一定有 不管是机器人 不管是台积电供应链 不管是所谓的特斯拉 相关的车电股 很多 还有很多低机器的股票 你不要去挑那种 很投机 很会飙的 结果一回来就会回很快 那就会受伤 好 今天各位 为什么要跟各位讲一下 广达集团的顶天 它是车用 大家知道车用 它你来看 今天才开始 而且没涨 也说我整理刚结束 而且它有个 法人开始回头买 重点我禁止在这里 股价还低于禁止 所以广达你觉得说 好贵 300多块 广达集团的顶天 有车用题材的 这里刚做出一个短底 然后股价还低于禁止 法人才回头刚买 然后指标这里 是不是才从零轴刚冒上来 KED刚从50 所以短线上 可以注意一下 广达集团的顶天 所以各位发觉到 字卡我把盟利拿掉了 因为已经提醒 连续两天提醒各位不用追 没有了不用追 就是重压核大 有没有 当时来告诉各位 核大就是应该像盟利第二 那是非常漂亮的 好 那核大你看 上个礼拜是不是告诉你 这个周量已经过这里了 对 当时价位是98.5 对 我找盘印图的时候 都还没有涨停 因为还在洗来洗去 可是到最后又涨停关门 而且它量控制得真好 所以基本上你说 它的压力在哪里 先看这一关 这里的压力 长线是看九字头 可是你要先看 这近期一两周 大概在这个中间价 就会稍微整理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整理了一段时间 这里整理了六个月 你要说一次 一周就把它突破不容易 对吧 一月到七月 这里整理半年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手上有核大的 我就会提示你在这个地方 70到80中间价 这里一定会整理个几周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 获利出一半 以这种方式来做 好 再来看冲态 冲态其实基本上 它也有机器人盖链骨 对 那它目前是位阶低的 有没有活力 有 机器人盖链骨还没有动了 还有这一档 法人也买 法人也买 这是趴 它打错了 而且赚钱 底薪才刚出来 这个地方是属于它的右肩 这里是左肩 这个大底 所以这一档 机器人盖链骨还可以注意它 可以留意 对 你不要再去注意所罗门的 买这个真的有赚钱还比较好 车用华府也是一样 它一直在这边慢慢洗盘洗盘 可是法人其实还是站在买方 只是还没发动 但是你要没有发动钱先布局 买碟不追涨等法人抬 法人一定帮你抬的 就像当时我在告诉核大的时候 如果各位去看7月4号的时候 核大法人还是卖超 7月4号法人还是卖超 可是到了昨天你看 已经变买5000多张 由卖转买变倒买5000多张 你是买跌的时候 法人还没有回头买 可是一涨上来 法人马上帮你抬上去 就是这种原因 所以同学要布局这种好股票 你看电池的车电的聚合 它就慢慢涨 那这里才刚黑翻红 涨了慢 可是你看它短线一直慢慢涨高 今天是维持涨势 但是这个才刚开始 49块就是它的大颈线 所以还没在49块以前 它都是慢慢的往上 一旦放量49站上去 你还可以享受这一段距离 老师叔可以在这边的时候布局 站上49元加 对 没错 其实做法就是这样 法人有买的股票 有基本面的股票 你底部现在就可以这样做 因为毕竟现在是2万4了 还有这种股票 你就要把握了 那康普也是一样 法人虽然买的不多 但是指标就是在低档 你宁可买来等 你也不要去追今天 创新高的那种投机股 那个很危险 没获利的都很危险 好 再看家里 这也是我们在上礼拜 49块都介绍到现在 它整整刚好突破这条景线 今天来到60块了 它站上景线 已经来到60块了 很稳哦 那你请问这一段距离 你会算吗 20块 20块 那是不是要到7字段 所以拉回来 你还是要再这样买 拉回来买 对 所以你就发觉说 它每一次洗一洗 拉下影线耶